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广东新增10宗本地确诊个案 和7宗本地无症状感染个案 个案最多的广州有7宗本地确诊 和5宗无症状感染 荔湾区部分区域提升至高风险地区 张伟聪报道 荔湾区其中一个高风险区白鹤董街 架设起临时的脑涨 并且有公安和城管在部分小区外住守 全面封闭区域内的交通 任何人员不得出入 区域内全部商铺暂停营业 所有物资只可以送到小区外面 再由保安人员运送入去 而在同样是高风险区的中南街 社区就用竹子架起临时围栏 封闭和外界的全部道路 有市民原本想进去区里拿东西 但面对围栏他都不知所措 你给个定位我 你给个定位我 你定位在哪里应该有保安拿叶来的 那本来是拿些什么的 拿得肉拿得菜 现在就进不了去了 是是是 什么时候发现它是封住了的 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广东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说 星期三起调整广州市 以部分地区的风险等级 荔湾区的白鹤董街 中南街 由中风险上调为高风险 而潘虞区和海珠区 各有一阁区域上调为中风险 目前 广州市有中风险地区五个 高风险地区就有两个 当局在广州体育馆里面 搭建了广东首个 汽膜方仓实验室 预计搭建四个 其中一个实验室 星期二投入使用 另外三个预计星期四开始服务 完全建成后 每日可以检测12万个样本 将会大大提升广州 和周边城市的核酸检测能力 另外 全市公共交通 因应疫情而调整 广州全部巴士 要求乘客 必须持有健康马 6马才可以乘车 而广州地铁 除了要求乘客 持有6马之外 在中高风险地区的车站 实行指出不进的措施 防止中高风险地区的乘客 踏车 有不少民众批评当地 对于健康马的管理 混乱而且突然 没有让市民留下准备的时间 有不少市民说 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由6马变成黄马 已经无法乘公共交通回家 另外 广州一个核酸检测阳性人士 曾经5月21至23号 去汕头南部旅行 当地立即对可能接触到的 人员进行排查 共检测92人和80份环境样本 都是阴性 而罚山星期二 新增3宗本地确疹个案 深圳又有2宗 无症状感染个案 有线电视记者张慧聪报道 广东省星期三公布 疫情期间的高考方案 将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实行不同的防疫措施 对于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 要做到校内校外人员不交叉 高风险地区的考生 也都不会安排去到中低风险区度考试 确诊新型肺炎或者检测程阳症的学生 将会被安排在合资格的医疗场所考试 如果考生是密切接触者 就会被安排去到隔离考点 由专车闭环接送 并且需要持有考前两日内的核酸检测阴证报告 其他所有的考生 必须要进行考前14日的健康自我监测 并且持有7日之内的核酸检测阴证报告 全部考务人员还需要接种疫苗 中国科兴疫苗获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 亚交部说证明中国的疫苗安全和有效 中方会继续支持疫苗企业 加强和世卫合作 张维冲报道 继国药疫苗之后 中国科兴公司的疫苗 也获得世卫认可紧急使用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方将会继续支持疫苗企业 加强和世卫组织交流合作 继5月7日中国国药疫苗通过审评后 中国科兴公司的疫苗再次获批 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有关疫苗和技术路线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提供了更多有利工具 在自身人口基数巨大 疫苗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中方已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3.51剂疫苗 科兴董事长韵卫东指 标志着科兴在全球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之中 认可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国际卫生机构认可 他期待进一步参与全球疫情防空 重复发挥中国疫苗 周围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说 科兴疫苗储存要求简单 目前最重要的是将疫苗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士 有先电视记者张卫冲报道 中美经贸高层再次会面 双方都愿意继续保持沟通 但美国国会不满商务部 未能阻止中国获取敏感科技 质疑是否要展开调查 周雅言报道 中美经贸高层委员会 一个礼拜之内第二次通话 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耶伦出席视像会面 双方都指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本着平等和商户尊重的态度 就宏观经济形势 以及多双边领活合作广泛交流 中方表示双方愿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财政报纸耶伦向刘鹤表示 中美双方坦诚处理共同关注议题 以及在合乎利益之下合作的重要性 耶伦同时向中方展述拜登政府的支持经济复苏计划 又说期待再和刘鹤交流 不过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据报纸将发表报告 批评商务部未有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国军方 路透社引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星期二发表的报告文本 批评商务部未有根据国会2018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制定新兴和基础技术管制清单 令到国家安全风险逆增 即而商务部是不是应该展开调查 还是委托另外一个部门执行出口管制 商务部没有直接的回应 只是说已经制定了四项管制新兴技术的规则 亦已经扩大了军事最终用户规则 并将部分企业加入实体清单 有线电视记者周雅言报导 黑龙江上至市遭到巨型龙卷风吹闸 造成一死十六伤 过百间房屋损毁 陈国阳报导 在龙卷风吹闸一刻 有村民拍摄到当时情况 村民都留在屋里暂避 龙卷风横扫上至市内四个乡镇 有种植龙作物的温室棚 原本在棚顶的透光玻璃 都被龙卷风吹烂了 用来装作龙作物的铁龙 亦都被吹翻 宿米散满一地 道路堆满了牙力 救援人员要先清理才能入村了解灾情 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救灾部门预计 最快要到星期三晚才能够恢复宫殿 事发在星期二下午 上至市出现龙卷风和冰雹 强对流天气 武宜山镇 乌吉麥乡 河东乡和长寿乡 都分别受到龙卷风吹习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16人受伤 有148间房屋损毁 受影响需要安置的居民超过200人 初步经济损失达到512万人民币 有线电视记者陈国阳报道 节目时间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